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菲利比书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菲利比书第二章 十二到十八节 今天的主题是 如明星闪烁的生命 有人告诉我说 传道 你用的是明星咧 电影明星的明星 我说是的 我是故意这样讲的 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 菲利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八节 请大家听我来念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止灾 诚实无尽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贡献的祭物 若被焦点在旗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Amen 这是神的话语 讲到明星 如果你问现在时下的年轻人 他们长大了想做什么 有不少的年轻人会说 他们想要做YouTuber 想要成为网红博主 Influencer 有没有听过 刚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搞不懂 这个网红博主是什么工作 这个东西 你在做什么 我搞不懂 就拍几个视频上传在网上 很多人给你点赞点赞 这也算工作吗 但时下很多年轻人认为 这是最好的工作 为什么 可以做我喜欢的东西 喜欢吃就做什么 美食博主 喜欢打游戏就做什么 一边打游戏 然后上传上网 人家点赞 这就叫做工 所以年轻人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他们觉得这样子的话 就是他生命有影响力 Influencer 就是我影响很多的人 我的儿子就跟我讲 妈 我要做YouTuber 要做Influencer 我都不敢泼他冷水 但是sorry啦 老人家想就摇头摇头 这个不是代沟的问题 我们在想深一点点 其实时下的很多年轻人 他们争相模仿 崇拜 他们就是点赞 他们说我是follower 我是跟随 他们follow的是什么 他们点赞的是什么 是明星 是歌星 是网红博主 但是在这个背后 更深一层的 你有没有发现说 我们的社会 其实出现了问题 因为我们的社会 所推崇的 人们蜂拥模仿 关注的 仅仅是光鲜亮丽的外表 很多这些网红博主 真人其实没有这么美的 因为他的手机 有那个什么美颜 所以他的真正的样子 没有这样美的 他手机都可以帮他make up 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的这些姐妹都懂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手机拍照 可以去修一下 修图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只是关注 推崇模仿的 仅仅是这个躯壳 这个外表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 其实发现 出现了问题 我们不再关注的是 人的品格 只要他能力强 很会跳舞 很会唱歌就行了 他的私生活怎么样 他的品格怎么样 我们不是那么关注 直到最近 直到最近 就是几件大新闻 就是我们的这些 就是国会议员 闹出了很大的丑闻 你才发觉说 原来品格很重要 对不对 我们不再关注 这些人的品格怎么样 我们不再关注这些人对社会有没有积极的贡献和建造 我们就不断地去点赞 关注 喜欢 所以圣经怎么形容呢 圣经形容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弯曲被谬的世代 大家以前 如果你去那种游乐场 大世界 有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有很多的镜子 但是这些镜子不是普通的镜子 你走进去 本来瘦瘦的人 而镜子照到你很肥 如果是肥肥的 镜子照到你很瘦 有没有这个镜子 玩过吗 没有玩过 去Science Center有 但是我们的社会 就好像这个弯曲被谬 英文怎么翻译 它说 It's a twisted and crooked society Twisted, crooked 弯曲被谬的世界 把一些不好的东西 它说 好 点赞 点赞 那些好的 它却看不到 不关注 这是我们的世界 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弯曲被谬的世代的时候 人们慢慢地就无法分辨 什么是正常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what is normal behavior you cannot tell a part 这个是我们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代里头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 今天的经文 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 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神说要我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 对不对 那国庆日新加坡的一个传统就是每年都有那个NDP song 爱国歌曲 然后有一首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常常常常在国庆日唱的一首歌 其实是一个新加坡的主题曲 叫小人物的心声 大家还记得吗 他说什么 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但我尽力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也许我自己不能发出万丈光和亮 但我能为斗士带来足够的光芒 Sorry 我唱得很难听 那个拍子不对 但是这首歌带出什么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做电影明星 对不对 但是不用紧 我们能够被斗士带来足够的光芒 我们也能够发光发热 更何况我们发的光 是带给人生命的光 多么宝贝的光 对不对 在圣经里头 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 这是先知预言所说的话 他说什么 就是说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圣灵降临的时候 他说 智者必发出光辉 如耀眼的穷昌 引导多人归向公义的人 必如闪烁的星辰 直到永永远远 这是神的心意 要你 要我 做这个闪烁的星辰 发光 引导人归向正义 这个是我们的宿命 就是神在你 在你我 生命当中 祂的心意是要你做 这种明星闪烁的人 但是 你要成为一个如明星闪烁的人 你必须做什么呢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另外一个圣经版本说 无论做什么事 都不要抱怨 也不要与人争论 这是今天的信息的主题 有很多人说什么 他说 新加坡人的特质不是 新加坡人的特质是 complaint complaint king 我们很喜欢埋怨 在咖啡店坐下来 就是 就是complaint 我们新加坡人喜欢 用complaint 埋怨 做成一种消遣 我们complaint什么呢 其实我们人发怨言的时候 抱怨 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 我们没有能力改变的现状 或者状况 我们也觉得不可能会改变的 GSTU要起了 物价天天蹦蹦蹦起 我的薪水却不见得起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 哇 这个天气神经病 为什么这样热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都没有这样热的 埋怨 还有什么 MRT又坏了 我上班又迟到了 不然就是complaint老板 然后complaint政府 complaint complain complaint说 哎呀 我们去那个 poly clinic 等那个看病 又等这样久 那个医生脸臭臭 好像很不喜欢我这样 我很愿望 不然是complaint 哎呀 这边痛 那边酸 就是我们为了很多 在生活中 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 忍不住地发出这些怨言跟抱怨 而且我们觉得我们complaint有理咯 情有可原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很不好 我们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抱怨 可是你们也没有注意到 抱怨 它会使这些苦毒 这种负面的情绪 不断地繁衍 因为我们complaint 我们抱怨的时候 我们希望听到我们complaint的人 也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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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喽 哎喽 怎么用 根据跟我们复合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他本来心情OK的 被你这样complaint 他也变成不开心了 你知道吗 本来他其实很满足 很满意的 本来心情是很晴朗的天 但是你complaint complaint 他也变成乌云密布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当我们埋怨的时候 我们是在不断地散播负面的情绪 而对这个事情本身 没有任何的积极的改变 因为我们complaint的对象 都是那些跟我们一样 无法改变现状的人 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发牢骚 跟喜乐平安 是不可能同时住在我们心中的 你发牢骚 你complaint 那喜乐跟平安 就会从你心中逃掉 没有掉了 你做基督徒 你劝别人要信耶稣 信耶稣有平安 那他看你 好像也没有平安 每次complaint complaint 光平安都没有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是信耶稣没有力量呢 还是你complaint 把那个平安赶走了 让大家想一想 我们也许认为说我们埋怨的事情是有理的 情有可原的 因为真的我们遇到了很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你想一想 但是你想一想 写这封书信的保罗 他已经四年来被囚禁在监狱里头 而且是什么 他什么坏事都没有干 就被抓在监狱里头 他应该很有道理 complaint 对不对 很应该complaint 对不对 不公平的待遇 囚禁在监狱里 最近我做了一些研究 为了更好地了解腓立比书 我去研究 看了一些书 然后那本书的作者 他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去找了很多历史的文献 去了解当时罗马的监狱是什么样子的 他把它呈现出来 我看了一页有一页的那种酷刑 很恐怖很恐怖的酷刑 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呢 在我有生之年 我所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二战时期 希特勒 他们那些纳粹的那种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 我跟你讲 保罗 罗马时代的监狱 跟奥斯维辛集中营 没有什么差别 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有许多人被丢在监狱里 好好的人丢进去都会发疯 很辛苦 很可怕的一种环境 但是保罗在这样的环境 待了四年 竟然能够写出菲利比书 说你们要喜乐 跟我一样喜乐 我希望 我盼望你们喜乐 跟我一同喜乐 今天所读的经文 喜乐出现四次 他在这样可怕 不见天日的那个监狱里头 他劝你 劝我 不要埋怨 要喜乐 然后他还说什么 他说你们要想一想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一致的顺服 一致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前个星期的讲到题目 对不对 然后耶稣是不断不断往下 一直地放弃 一直地放弃他的权力 一直地谦卑 一直地谦卑 为什么 因为爱 因为他爱你 他爱我 他很喜欢受苦吗 没有人喜欢苦 对不对 能够选择舒适的生活 谁要过苦日子 没有人要过苦日子 但是保罗也好 耶稣也好 为了爱 他放下又放下又放下 对吧 在圣经 就是在腓立比书里 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 我在查考文献的时候 才能够明白它的意思 就是前几次所讲的 保罗说什么 他说 对于我来说 活着就是为了主耶稣 对不对 他说 我死了对我来说是有益处的 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我相信 我会被释放的 我相信我会继续活下去的 在我所看的那本书的作者 他说 那个罗马监狱这么可怕 这么这么的残酷 保罗陷在里头 你不知道 他当时 他预备 要为他的事情翻案 就是说 重审的 但他不知道 他会不会得到公平的待遇 因为当时的政府跟你讲 就是贪官 就是贪 他就是要你给他钱 不然他都不审你的案子 对吧 然后那个审案的那个 凯撒 就是罗马的王 他是随己意 随便的 他喜欢就喜欢就审 真的 历史有一件事情 就是凯撒有一次 跟别人下棋 赌博的啦 下棋 然后他输了 输了很多钱 他就说什么 啊来 随便去抓一个有钱人 丢在监狱里 判刑 充供他的钱 然后他就跟那个 跟他一起下棋的对手说 你说 你这么辛苦 才赢得我的棋局 赚了我的钱 我一下子一翻手 我就可以抢走很多的钱 真的 那是当时的罗马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头 有许多人 他们就什么 在监狱里头自杀 不然的话就是什么 他就是放弃生命 不吃不喝 他也不是说去自杀 他就give up 放弃 所以当保罗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选 我是去世 我是死了 回天家 跟主耶稣在一起吗 那是好得无比的 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我一定要留下来 继续工作 传福音 保罗可以选的 他在这样的监狱里头 他真的可以选择 放弃他的生命 对不对 放弃辩护 从容就死就义 可以吗 可以 但是他没有 他什么 他说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想到别人 保罗如果他自己选 当然是回天家 好得无比 对不对 但是他说 为了你们的缘故 我要留下来 继续地做神的工作 这个是 他给我们立下的榜样 这是腓立比书 所以在面对保罗 在面对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 无论我们的生活 多么多么的困难 我们不应该陷入埋怨里头去 可是如果我们遇到 很不公平的事情 很不顺利的事情 真的事情真的很不好 难道我们就什么 压抑吗 难道我们就那个 pretend pretend 假装没事吗 整天挂在嘴边的 就是感谢主 感谢主 其实不是真心的 因为心里一点都不感谢 难道是这样子吗 不是的 圣经说要我们做 诚实无伪的基督徒 这不虚假的 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问题 我们不用虚假地假装说 我们很好 没有事情 如果心里有很多的怨气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呢 让我们再回到圣经 你们想一想 在旧约圣经里头 最会complain的 complain第一名的是谁 你想一想有谁 旧约圣经 那些就是摩西带领出埃及 要进入那个应许美地 他们走到半路 整天complain 你记得吗 就是在那个旷野的时候 以色列人 一直complain 一直complain 没水喝complain 有水了说 没东西吃complain 有东西吃给他们吃麻辣 说整天吃麻辣 吃到都没有胃口了 又complain想吃肉 对不对 整天complain complain 到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神说你们断不可进入应许之地 你们必死在旷野之中 因为他们一直complain 一直complain 这是对我们的警告 但是在圣经里头 也有一些人complain很多的 比方说什么 约伯 约伯记 整本书 都是约伯在complain 对不对 然后他的朋友就劝他 不可以这样 不要这样讲 最后 神骂的不是约伯 而是那个朋友 还有哈巴古先知 也是complain 当他看到 世丰日下 他的社会越来越败坏 当他看到他的国家要灭亡 他就complain complain 还有在诗篇里头 许多的诗篇 都是complain 神啊 要到几时呢 你不听我的祷告 要到几时呢 你迟迟不帮助我 要到几时呢 难道这些不是埋怨吗 可是他们的不同在哪里 约伯的埋怨 哈巴古先知的埋怨 诗人的埋怨 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埋怨 他们的不同在哪里 他们有根本性的不同 因为以色列人的埋怨 是在他们的人群当中 不断地去散播这种负面的情绪 在那边 这讲 但是哈巴古 约伯 诗人 他是什么 是把他们的苦情 带到神的面前 跟神来倾诉 来诉苦 这是非常大的不同 当你遇到很不如意的事情 当你心里很多怨气的时候 要转向神 向神来哭诉 来倾倒你内心的苦情 这才是好的 然后呢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在埋怨埋怨的时候 这这这这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做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是把他们的苦难 归咎在上帝的身上 他说 神你为什么带我出埃及 我在埃及的时候 好好的 你出来 你带我们的子孙 要带这个旷野饿死吗 都是你害我们的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记得 当初他们在埃及做奴隶 多惨 那个时候他们苦苦哀求 神才差派摩西救他们出来的吗 但是这些人忘恩负义 他们出来了 遇到困难的时候 转头就怪说 你为什么带我出来 我在埃及还有鱼可以吃 他这边要饿死了 所以这些人 他们在埋怨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在怪神 他们在伸手打了神的脸 他们忘记了 神在他们身上 一而再再而三的恩典和救赎 全部 推出脑 不要去想 他们只是想不如意的事情 看不到神的信实 但是 约伯 哈巴谷 就是诗人他们 怎么样地 来倾诉他们的苦情呢 他们是把他们的困难 带到神面前 向神呼求 然后呢 他们在祷告当中 去思念 去回想 上帝过去的信实 和公义 他说 神啊 当年你救过我们 出埃及 你行了十个神迹 把我们救出来 你是有能力的神 你是慈爱的神 求你快快地来帮助我吧 他们继续信靠 在困难当中 不会放弃仰望神 这个是对你 对我的一个警告和提醒 其实这个旷野 就是以色列人 在旷野当中 跟我们现在的人生 其实是个很好的对照 你知道吗 我们是得救了 神救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 对不对 我们认识了真神 但是我们现在 还没有进入那应许之地 还没有到达天堂 对不对 我们就在这个路程当中 就是从出黑暗 要进入应许的天堂的这个路途当中 那这个人生的这个路程 这个通往天堂的这条路 你要怎么走 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子 一遇到不顺心就埋怨 一遇到不好的就埋怨吗 还是你要凭信心地仰望 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呢 其实如果我们就是说 怎么讲 认为说人生一定要一帆风顺 人生一定要花香长满 一切顺顺利利 这是不实际的 对不对 我们如果想象 我们的身体永远不生病 一点病痛都没有 实际吗 我的脸上永远不会长出皱纹 头发永远不会有一根白发 有没有可能 你成腰了 对不对 不可能 对不对 不实际 对不对 当我们complain的时候 当我们埋怨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忘记了 我们在这个世上 生活的意义所在 我们以为这边 这个旷野就是天堂了 你认为天堂就应该在这里 这个旷野应该像天堂一样好 那你不是错了吗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经历这个 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又回到了 刚才开始讲的 我们要显在这个世代当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发光 引导人归向正义 这个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意义 如果你忘记了这个 你的眼睛只看到什么事情不顺利 什么事情不顺心 你埋怨就多了 所以我们要记得 像耶稣的榜样 保罗的榜样 我们要记得我们活着 是为什么 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 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这样的话 牧师的讲道就不是突然的 我今天的这篇道就没有白讲了 我鼓励大家 新加坡人是很喜欢 但是当你身边的弟兄姐妹 你听到他埋怨的时候 你不要跟 你心里悄悄地为他祷告 你泼他冷水 他当然不高兴了 你跟他讲 我买云了 他听得更难受 所以我们也不要弄他生气 不过他哒哒哒讲的时候 你心里就为他祷告 你不要传 不要再传 然后天天数算神的恩典 遇到困难 回想神过去的信实 不要complain 你要想complain 就是伸手打了神的脸 知道吗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要祈求你 祈求你怜悯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 求你 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 成就你的美意 让我们改变 我们作为新加坡人的那种 喜欢埋怨的劣根性 主啊求你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使我们能够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家庭当中 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明光照耀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给人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指向了一个更美的天堂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